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泰 何泰 没事 我们在车上等着呢 现在那个警察已经来再处理了 梁安琪邀请鲁玉到家中做客 这个怎么办 不可以试着谈 把我的脸给捣住 嗨 你好啊 哈喽 你好 鲁玉姐 哈喽 我们来讲几亿人物 我要看衣柜 几十年前的衣柜 你有没有过期的化妆品 护肤品 有 这个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你这么问啊 你肯定是我最喜欢你 鲁玉有约 虎妈梁安琪 精彩 马上开始 十三岁 十四岁的时候 我就父亲就去世了 人去世了 人情就没有了 我就要马上出去工作 妈妈 谢谢你啊 好漂亮啊 谢谢你 我跟她啊 你 你的 子女 是谁的结婚 我记得有同学过来问我 她小姐是不是你姐姐 然后我就说 不是啊 她说 是吗 为什么我妈妈说是 然后我说 不是啊 可能我名字很像 你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她已经很富裕了 没有我们当年的经历 也不可能有 她们说 她也不懂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特别难教 但是我妈就一句话 你不要再哭了 没用的 你这一辈子这样子 你就认命 我那个时候就 特别的心 很难的记忆 认命 在家族光环的笼罩下 名闻之子 总免不了外界的关注 第一名 七号 何游君 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 也会引起不小的波澜 这些年 何鸿燊的一些子女 会参与到家族的项目当中 或发展自己的事业 2017年 赌王将部分家业 交由二房长女 何超穷接管 今年6月12日 何鸿燊正式退休 并将公司主席的 接地棒 交由二房子女 何超凤接任 当一代赌王的商业传奇 就此告一段落 家族的后代们 又将如何书写 自己的人生 你会担心先生 在安排你们 所有人的生活的时候 如果没有安排 你们的生活怎么办 还是你会觉得 他会是公平的 他会安排好 每个人的生活 我很相信这个人 我觉得他会安排好 他是自己心里 有他的一套 如果他真的 没安排好 我也要 朝着他没有安排好的 这个方向 去自己去努力 你现在把我扔到 药荒岛上 我觉得我会生存 所以我现在 也叫我的小孩 你们要自己 找到的方向的话 你们一定要自己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们几家人之间的 那种互动有没有 还是说 你在你的地方生活 我在我的地方生活 我们大家都相安无事 但尽量地老死不相往来 我觉得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都是大家 你在你的生活 他在他生活 他顾着他的孩子 他顾着他孩子 我顾我的孩子 尽量不要见面 很少 但是也经常见面的 其实 就后来何先生的女儿们 在公司工作 那这些经常要见面了 开董事会也经常要见面了 那我们的集中的力量 讲的都是在工作上 有那种我们想 我们把人想象那种 微妙的竞争 或者不是微妙竞争 就是 其实我们已经到了现在 现在就是很明显的竞争 但是也没有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去竞争 在起码我个人方面 可能外界感觉我是 哇 强啊 竞争啊 其实我觉得没有 你看竞争就像我女儿 不是现在那个艺术酒店吗 其实我就有一种情感 因为当年我是站在工作的 我跟何先生一起的时候 也在那工作 他就说你要学习 你要努力 反正你那边一开酒店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个职务比较高 那我就到那边去工作了 但是到现在 我就觉得这个酒店很有感情 后来公司 就母公司那边就说 要卖掉那个股份 我情愿借钱 我也把这个股份买回来 第一有一个感情 第二有这个 我觉得有这个商机 女儿也大了 她说可以把这个旧的 变成一个艺术 艺术酒店 她也有她的理想 她就给一个地方 让她试一试 她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中国人老说 富不过三代 那你们会不会 内心会担心这样 就我传承给下一代 然后之后怎么样延续 怎么样传承 他们能不能 能不能靠谱 你会不会有这样担心 我都真的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靠谱 但是起码 现在他们刚出来 社会就拿经验 让他学习 希望他能靠谱 现在这一代 确实非常难 达到父母的理想 他们能比你们那时候难吗 父母已经把这样的 一个商业帝国 都已经搭好了 这个舞台了 你就在这跳舞吧 你能不能倒出 那个舞台啊 所以你觉得 这个是比较难的 我觉得比较难 一定要每一个细节 自己都要知道 去看 去学 先天条件已经有 十分努力的 这样的方向 我觉得是少了一点 比一般的孩子要少 你的艺术品收藏 还是蛮丰富的 这些都是我买的 这些我喜欢 这边拿上 这个也好 上面是地球椅 这个我喜欢 这也是 你喜欢这个 这个 这超银喜欢的 这我喜欢 这个味道我还挺喜欢的 怎么搞的 咱们先转 没事 我知道了 迟到吗 跑后门了 喂 我超银 什么什么 你只会迟到我 我跟你介绍 现在我做 我做了你的份了 没关系 干什么每次都迟到的 做完一样这样的 换衣服都换那么久 没有迟到 算了 我不想 还跑后门 没有跑后门 是我们真的要商量一下 他们有没有做过 这类似的法吗 我也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 那鲁浴站 等你那么久 我们都开车了 已经 知道啊 但是你要 你的事情 我没有 做完事情 要一样做一样 那谁呢 都还有 没事 没事 何老板 乖 我讨厌 没有一件事 做得完整 对不对 你说是不是 每次都要骂 要 每次都要时间 都不准时 没事 其实我们就是 要跟团队 要你 团队 团队 你做完一个 人家都等你的 人家在拍摄的吧 我知道 对 快点了 你真是 对 被妈给说过了 不着火都不行的 没有 现在我是工作心点 我是她员工 她在家里的 另外一样 回到家 你孩子更得听她的 其实我们这个 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 可能 你们不用 这个常态 这样不愿意 没事 你看他们都习惯了 因为这个酒店 不是最好的 最大的一个项目 很想要会给我们 一些很好的忠告 但是她永远地 讲的不是真的吗 对不对 要听真心话很难 她都没有一句是好话 没有听过一句好话 你妈可能已经很克制了 是吧 怎么又在说我了 做错了还在狡辩呢 假装没听到 假装没听到 老板 我没事 我知道她一定是一个 掌控力很强的那种妈 然后对她女儿格外地 要挑剔点 我也是有准备的 但是那样子 我的确还是有点 有点小吃惊 但后来一想去 也符合她的性格 因为她本身就是个 挺直的一个人 她女儿超营 我就觉得还 然后还解释 还又委屈 但是又还听着 超营不容易 要是我肯定 我爸我妈这么跟我讲 走了 当那么多人 不跟我面子走了 你觉得你妈妈 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其实是一个 很可爱的人 但是她不想 别人发现她可爱 其实我觉得 那个是很辛苦的 她不是不想 我觉得她没有 没有时间和条件 让别人发现 她什么可爱吧 其实只有真正 接近你的生活 了解你的人 才有可能发现 你真实可爱的一面 她可能因为 要就是不高兴的时候 也不会跟人讲 然后就是要 自己承担很多事情 我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不去跟她 激造更大的麻烦 我记得有一次 她就是撑得很辛苦 然后她就是心状 也不舒服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是真的怕了 我不敢再顶罪了 就公司 她爸爸的一些心血 你要能接上班 我就可以休息了 做另外的社会事务 你想接班吗 接什么班 我要创自己的班 接你妈的班 接自己去 你妈说她的要接班 没有 她要休息了 说真的 我跟她相处的方法 你都看得到我的性格 我不爱赌钱 我爱赌气 你跟谁赌气 跟你妈赌气 她跟我赌气 跟澳门赌气 老的概念就是说 读艺术不行的 你干嘛去读金融 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行 她走得慢 不代表她将来没发展 你看现在澳门 主力做文创 我们现在年轻 为什么我们不去把回忆 在我们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创造另外一个回忆之后 好正能量的小朋友 正能量 你们努力一点吗 真的干起 这一年也做得不错了 现在也 在澳门有些 有路上来吗 她上次所有做得不错吗 没有一句好话的 没有一句好话 真的没有 不是你说的好话 是因为昨天 我刚好去一个颁奖里 一些文创的老人家吧 对她来说 都是主席提的了 她们现在年轻 不错啊 但是我觉得她应该 做得更好 她还真的跟一般的小孩 不一样 她不能够只取得 一点点成绩 那样我们不会认为 说你很能干 因为我们会本能地认为 不管真的假的你 你爸你妈摆在那儿了 我们的起步 就是不一样的 我想做酒店 就可以做酒店 我想做艺术 可以做艺术 她需要走很长的路 做很多的事 有一天我才能够说 OK 我忘了你爸你妈是谁了 这是她的性格 当她父亲病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的小女儿是很可怜 很乖 一有时间回来 就陪父亲 何泰 何泰 没事 我们在车上等着呢 现在那个警察 已经来再处理了 卢豫有约 虎妈梁安琪 精彩 稍后继续 你们四个兄弟姐妹 是谁是比较外向一点的 尤君可能是比较外向一点的 尤君比较外向一点 每一个人都可以聊的 就是很开心的样子 因为今天我们的尤亨 尤亨是感觉是 不太说话的 其实我们四个小孩子里面 我想别人看的我们 还有我们自己 在家里面的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的小妹妹 其实就像是我的女儿一样 就那样子 因为我就是她的妈妈 然后她什么都 都跟我讲 就是我会 安慰我的妹妹 真的用我妈妈 那个任命的那个角度去说 既然你的人生已经是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样去把它过得更开心 在里面去找到自己的快乐 现在你快乐吗 说真的 我这一两年比以前快乐 以前不太快乐 有一段时期 我可能会想很多 但是现在我觉得 就是有目标以后 就会还有一些成绩 会成长我自己的快乐 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在那样的家庭长大的小孩 一定要有一个分寸感吧 这应该是一种本能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该知道什么时候你要听话 什么时候需要去争取 因为豪门里面决定了 就天生就有很多的人 去分很多的财富 那这里面就需要有那种平衡 就需要有一些被动的争 意味着你从小就要学会 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 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和家人的权益 所以超营从很小就明白 他需要给他爸打电话 或者写信 说妈怎么办 其实为他的那个家族 在争取他们的权益 所以超营既有那个 有钱人家女孩那种娇嫩 和他这个年纪女孩该有的娇气 又有超出这个年纪女孩那种沉重感 你会感觉这个女孩有种特别 那种沉的那个感觉 但超营这两年变的变化也挺大的了 又是什么 又在政府部门有职务 二十多岁才大 这两年好一点 我觉得还不够成熟了 可能我也要求得太严了 我是比较专注做好一件事 但我觉得小孩也应该这样 他现在还好 我儿子都不错 我觉得他现在都大了 超营说是在你们家女孩 可能爸爸比较喜欢女孩 说妈妈其实是喜欢男孩的 是啊 我是喜欢 他妹妹说两人基本上是被忽略的 妹妹真的觉得真的忽略 又小 但是当他父亲病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小女孩是很可怜的 很乖 一有时间回来就陪父亲 我想从他心灵里面也觉得 我那么小 父亲病了 他能看得我长大 他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心里跟我以前小的时候 心里是一样 我是十四岁 所以我父亲去世了 所以我是很担心我的小孩 就希望父亲看得他们成长得大一点 所以当时超营也很大压力 在他进入大学 毕竟是第一个女儿嘛 父亲病了 这个心情可能这个压力 对他来讲我觉得是有的 无论发生什么 你们四个兄弟姐妹都会是团结在一起的 对 这个我可以很确定地说 在我们现在来讲 也没有什么豪门意愿了 因为我们要帮助大家 我们才可以真的去走得更远 爸爸已经没有真的去很大的 每一天就这样去支持 我妈妈也很忙 我们就是大家最大的支持了 就是你爸爸老了 这个靠山其实你们不能再靠他 然后你妈妈得出面做他的那个事情 我宁愿就是有很多事情 我都有那个能力去谈的事情 我都让弟弟去谈 我觉得你会更适合 我说一个比较后面一个去支持 你推哪个弟弟是推有亨还是有云 两个都会推出去 因为我都是站在他们后面的 精神上我也可以靠着他 他们也会把我当时妹妹看了 现在你让我弟弟管我管得很严吗 非常严格的我的弟弟管我 还要管我的妹妹还要管我 所有西人东西也要管 什么也要管 我的弟弟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 把大家看得很重要了 我可以讲我的弟弟 我在外面你不可以 对 就是那一种 这点你妈妈可能内心会觉得 还挺放心挺安慰的 你现在有没有在谈恋爱 说真的 真的完全没有 你也对恋爱没有 有什么盼望憧憬吗 又觉得要谈一场恋爱 其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认识一个朋友也很难 何况是一个男朋友 你跟任何 如果任何一个人说 我喜欢你何超英 你会不会像怀疑小时候 我跳舞站在中间 是因为我跳得好 绝对 还是因为老师觉得 我现在的怀疑性是很重的 所以任何一个男孩说 我喜欢你 你都会认为 他也许不是喜欢我 是喜欢我所代表的 其他的东西 他那个问号总是在的是吗 对啊 就是有那个问号 当你有一个问号的时候 你怎么去继续第二步 或第三步 或者是真正的交往 或怎么样呢 但是我现在缘分 我真的没有遇到一个 可以把我说服的人 就是把我那个问号 我就觉得我可以为了你 我不管那个问号 我再去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还没遇到 我觉得女孩子跟男孩子也不一样 像我弟弟交女朋友的话 你真的是出面去干涉的 我看到那些报道 说你弟弟谈什么 是哪个弟弟谈恋爱 然后你去跟那女孩谈判 说不可以的 那是传说是吧 那是假的 没有啊 所以这是假的 这个真的是假的 我都没有看过这个报道 我看过 你在哪里看到这个报道 网上你一搜 我还说这个姐姐当的 我都没有对我弟弟 那么伤心过 我也会认识我弟弟的女朋友 但是没有 也有什么去干涉的 因为那个是她 她的女朋友 然后 我也觉得每个人的生活 自己承担别的人无权 干涉 就是我觉得是 看性格我们合不合得了 就是可能我们就是 就是没有那种缘分 去做朋友的话 她就永远是我弟弟的女朋友 就是很少 接触啊 或者是交往 对不对 刚才拍了吗 刚才那咣当一下 这次什么情况 我们被撞了 回身 没事 和泰 和泰 没事 我们在车上等着呢 现在那个警察 已经来再处理了 现在拍电视都很拼 刚才呢 我们坐的那辆车被撞了 然后我们现在换了一辆车 坐车呢 是要去和泰 她在澳门的家 然后被撞了之后 我们车上所有的人 大家镇定了一下之后 就说真可惜 刚才应该一边拍 然后突然被撞到 就显得很真实 很震撼 完全没有关注自己的安危 然后更过分的是 另外一辆车上的 还有一帮同事 听说我们被撞之后 很快就发来微信 表示慰问 但关键内容是下一句 说那你们还是要 抓紧时间 把串场好好拍一拍 也完全没有关注 我们的安危 所以如今做电视 完全是用神明在拼 那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这个任务 顺利地把串场给拍完了 等一下和泰他们家见 吓死了 干什么吓死了 我们完全 我们完全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知道吗 吓死了 你们当时在哪传的火炬 我们就在澳门 你在澳门 和先生是第二个 你看我 我在旧福京跑到新福京 你看我那个 刚好四十四 我是在成都跑的 你在成都 这是我跟何先生 刚买了直升机 咱们四座这个直升机 还没有超营名 这个照片很特别 这个衣服 就是我认识何先生的时候 就穿这个衣服 就跳舞那天 跳舞 但好像不是这个 这个发型的 我觉得这两幅画很特别 像你当年 像你当年 很像我当年 完了 而且我看 怎么这么像我小女 但其实某些角度 有点像超营 这个侧面有点像超营 这个有点像超营 这个像小女 这是我爸爸 这是很前的一个画 这个十二声跳 就是每年何先生订的 杨年 2003年的时候 因为摆不进去 他每年 他写字楼就买一个这个 你看我刚好有十二 这个景观很好 本来都是海 现在就填了那两个宝 这是我们有时候在这里 唱歌 看来 你看我想带你来看这个超营 以前很乖的时候的画 你的作品 对 他们刚刚有一个校骗 不是赢了那个最大的赞 我那时候都画了一个画 可以啊 小朋友 你想想这个画 你就知道 他把他画吧 画了还可以 你说我 他是有点故意 抹黑 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这样 其实我是照片画的 对 我就不做评论了 我们今天见的 这个 有没有这个感觉 他小时候比较活泼 你看小时候是挺鬼马的 那样子 就是歌舞星辉 我每年他在回归的节目 全澳门的人都很紧张看这个 歌舞星辉 这个老人 从来 这大儿子在英国 哈喽 这有亨啊 这个真看不出来 他当年很阳光大男孩的嘛 现在感觉这么 这么沉稳呢 就看到媒体不太好意思 他对你不好 你看他的手都抖了在那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都是末后的 没有末前 你看到书我们都是不会那样的 小花园 因为在山边嘛 这里 我做好多菜在山边 今天晚上请你吃我们自己种的菜 楼上可以种菜的 山上 山上 这个是我在美国的时候买的 那个标签都还没扔掉呢 告诉你 他就是有那种音 我们英文叫Horder Horder 它不丢东西的 它传的 我也看出来了 它价钱都没有 你看看他的衣物 你真的会看到历史性的衣服 这里 我要看衣柜 几十年前的衣柜 你有没有过期的化妆品 护肤品 有 这个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这个怎么把 不可以试着 把我的脸给挡住 嗨 您好 哈啰 你看卢玉姐 哈啰 我们有数百亿人 卢玉有约 虎妈梁安琪 精彩 稍后继续 我最喜欢这几样的衣服 我在日本买的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 这不都是和先生的 这是我的 这两个是和先生的 对 但我跟他一起买的 他买一些 特别的 那你看看他的房间吧 我的房间全改了 本来这是睡房 本来那边是一个书房 后来我就觉得太大了 我就搬进去 因为和先生不回来 你看 你的这个家具都很男性化 没有 这些都是凑起来的 不要的就摆在这里 买上来买的 不丢东西 我这从香港拿过来的 我不丢东西 这个 上海钱真的 在上海买就便宜 我赶在和先生说 一定要入伙 今年你一定要在这里过 那个过年 我匆忙地感动我 这里我要看衣柜 几十年前的衣柜 你衣柜里面最古老的一件衣服 有多少年的历史 不算多了这里 我这古老的衣服最高 我哪有这个腰啊 现在 阿姨很熟悉说 还有更老的 真的有一天要整理一下 把东西把它变了 没有 我等我瘦的 很多东西已经是 vintage了 我等我瘦的时候 我还可以穿了 我有一天 我要把这个衣服 能穿的时候 作为一个很励质的衣服 把它放在那 励质嘛 就经常试一下 我的小女儿呢 老跑来找我的衣服穿 穿着拿过去又不拿回来 所以 她们搭配了 她也能穿我的衣服 拿回去又不拿过来 这个是互动的 我都觉得 互相接着出去很好 你也能拿我的东西 我不拿回来的 我都不知道 怎么这条裤子还会 它都是那种传统 你有没有过期的 化妆品护肤品 有 这个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我都几年没去法国 但我不可以用了 这应该不可以用了 但我觉得要 要来擦手可以 没动过我 擦手倒可以 这个香水就真的 不是很久 是何先生用的 所以我就摆在这里 不动 其实我爸爸 比他更会打扮 他永远都有一个 梳子在这里 永远的头发 你都不会看到 是乱的 他都要斩短 然后就 我去那个 你喜欢 Audrey Audrey 我很喜欢 我们去那个 不是有一个电影 就是从 她觉得她是那个教授 她就是 我就是那个 很土的那个女孩 完了就把她训练 像一个lady 梁安琪身上 如今还有许多 外人难以想象的 生活习惯 每天不离手的工作电话 是古老的纸板手机 现在还经常到 当年打工附近的街道 吃几块钱一碗的豆腐面 虽然家务完全不需要 自己动手 但当年包饺子的手艺 一点都没丢 你会擀铁啊 擀铁吗 那都不会 可能一个一个慢慢擀还OK 但我不会像 就一个手那样子 这样包的吗 饺子是 包到一起了 那你肯定包特好看的 饺子是这样包的吗 放到水里面 不散开就一直包的吧 饺子是这样包的吧 就少割馅嘛 真是的 我不多割馅 你包完了 好紧张 瞬间戏份变得凝固起来 对 我的笑哥太多了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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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一个角 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子 OK 还有四十秒 四十秒 这包哥 这个怎么把 把我的脸给捣住 这个没皮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二 三 二 三 最后一个没包 我跟鲁玉差不多 二十六 你怎么那么多 我也就六个 六个 我七个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 我七个 好长戏 她脚子是躺着的 三个 上一包了三个 很特别躺着的饺子 全部睡觉的 你来看看 睡觉的饺子 很艺术 very archy 怎么样 不是学规定饺子 也可以啊 你这个饺子就扁的吗 没肉的 但你自己吃啊 等一下 包完饺子 梁安琪把何鸿燊的姐姐 同住在澳门的八姑娘 也请到家里 共进晚餐 八姑娘一生颇为坎坷 丈夫英年早逝 晚年又失去了 自己唯一的女儿 经过岁月洗礼的她 如今依然气度不凡 她刚刚过生日 刚刚三天 我来唱歌 我来吧 唱歌 她每天都会弄头发 都很好看 她的指甲 她的指甲 好看 你妈妈都不弄指甲 你妈不喜欢弄指甲 不喜欢 我喜欢装扮 对啊 姑妈很美 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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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问啊 你怎么说 你肯定是我最喜欢你 还看我们今天的什么菜 我们今天什么菜啊 鱼子酱 不是打鞭鞭吧 经常我们吃火锅 鱼子酱温泉蛋 很高级 先给八姑娘那边吧 我们其实最常在这里吃的都是火锅 真的 游恒很正经啊 很正经啊 我们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游君啊 你们在做什么 公司的电话 公司的电话 你好 你现在是直播 直播 有很多人的 录着你的 谁说 我们现在在鱼玉有约 你好 你好 鱼玉姐 你好 你在聊到百亿人 很快她 你不要动 我带她的电话给游君 我带她的电话 我带她的电话 好的 你弟现在什么公司啊 她在公司里面 她在什么公司 开始吧 好 好 好紧张 好紧张 讲得太少了 还不错 不够钱 没有处 我们就是圆圆圆的 有可能是 她已经包了吗 不是 你觉得拿到我包的那一顿 你太幸远了 点的那个 那个是鱼玉包的 她会做菜 是吗 她其实是一个高手来的 我发现很多男孩 反而会比女生要会做 反正是鱼玉是高手吗 不会 真的原来就不好吃 她是有研究的 她是做北方的那个饺子 你是做 台湾饺子 台湾饺子有什么 想想的 哦 像火天 哦 哦 跟你包的那个差不多 跟我 跟你包的那个差不多 你是在哪儿学会做饭的呢 也是住校 她是自己兴趣的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学啊 学是学不会的 读书的时候就经常继续做 她也在英国读书 她就没有学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跟我一起学习 我一个大厦 然后我的厨房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经常是一个星期会 三四天在我家吃 然后我们一起吃 你大学在英国吗 对 我记得她很拿手的就是一个 白芝衣粉 是一个白芝衣粉 对 但是你真的我们就是 弄完那个面 然后就把那个倒进去 什么都超难吃 她做的那个超难吃 对 她把那个香肠还要切切切切切 然后就是这样子 她就这样子才好 就是她很有心 你今天说你弟管你 是他管你 还是友军管你 他管你 有时候就问候一下 问候 怎么样 那如果他们都不在 就你一个人住这儿 我其实现在 通常也会住在香港 我爸爸在香港 回去看爸爸 朋友也是在香港 主要是朋友在香港 那是重点了 是女朋友吗 没有 没有 回答太快 还是有问题的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时间 好 好青年 我看你姐 没有了 诗集来了 核板红 诗书画集 好厉害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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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这画很好 这个香蕉 茄子 螃蟹都画得很好 还唱乐剧 他家谁有的会唱的 英文歌也会唱 财女 明天你就得回香港了吧 今天晚上要回 今天晚上要 今天太早了 那你待会儿 今天他说 我没想到明天是九点钟开会 九点半 那你要待会儿做什么回去啊 还有吗 这么晚 那现在几点啊 他赶紧走 来得及吗 差不多了 你就要走了 就要走了 我们也要 告别一下 告别 谢谢 真的再见 我们到时候再联系 好吗 好的 好 到香港来的话 我们再一起吃饭 好的 你来香港找我 好好好 老郭也叫上 对啊 老郭很好笑 对啊 还有郭泰 我们都一起 谢谢 拜拜 为什么要仿四太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生活 太独特了 又挺传奇的 因为这个时代 的确不是当年那个时代了 如今的家庭观 婚姻观 不会允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就这么复杂 不大可能 我觉得这还算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吧 但它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 尤其他又后来 为自己 汤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女性是很奇特 很独特的 我香港有一些朋友 跟她也是很好的朋友 她们就老说 说梁安琪人特别好玩 她们老拿她开玩笑 她从来都不急 然后当时我觉得 她说这人性格挺好的 能这么开玩笑 我就挺好的 挺爽的 后来一接触一聊天 还真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真的要稍微的粗一点 强悍一点 她就是这样的那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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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快走吧 其实梁安琪和何先生这个情感 不是我在生活当中看到的 唯一的一对 我还看到我朋友当中也有 老公有一个大的蓝图 带那个女的去冲锋陷阵 然后那个女人也是要非常的 既有小鸟依人的时候 又有大女人的心态跟情怀 就很多事需要自己扛 她有她能干的地方 她的那种小的生活 不足以吸引她 她需要自己的事业 因为她是这样的 她才能够 对于她身边 这个她很在意的男人 成为这个男人 很在意的那个女人 我还会判了一对她的家人 我还会变得比较好 我还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大家会变得比较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